牛肉片 虾 sate 炒果条 我是阿肯 阿肯是我 阿肯TV 在这里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肯 欢迎回到阿肯TV 现在我人是在这个 槟城的E&O酒店 谢谢他们 就是在这个开放过后 开放堂食过后 就还依然的记得我 然后呢就邀请了我来这里呢 去品尝他们的这一个自助餐 和这里的一些美食 所以呢现在呢 今天呢我就坐在这里啦 你看我后面的这个风景呢 就是他们很美丽的 这一个海滩的景色啦 也就是槟城的这个海滩的景色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进去里面看 然后呢再看看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可以介绍给大家 然后今天有谁和我在一起呢 就是Villy啦 我也很久没有看到他了 我们有多久没见面啊 半年了差不多 对我们已经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 没有见面了 就是因为这个MCO的关系 那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呢 最后一次踏足这个E&O呢 大约呢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也就是去年的事情哦 那个时候呢就是出席他们的一个 food review 所以相隔一年过后呢 今天呢又再出现在这个地方啦 那我们再看一下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新常态的关系呢 所以呢自助餐呢已经变成是半自助了 也就是说你要吃什么东西 你只需要告诉他们 然后呢他们呢就会为你来服务了 OK order这个自助餐呢 就是从manu上选择你要吃的东西啦 OK它有些什么东西呢 它就有一些海鲜类啦 然后呢 sushi啊 sashimi啊 salad啊 一些汤品啊 然后一些烧烤的食物啊 pasta啊 等等的 我就点了一些的这个牛肉片 虾 sate 炒果条 salmon fillet 我喜欢它的这个mashroom soup 非常的greymy哦 真的是很好喝它的mashroom soup 刚刚呢我就吃了它的这个bif 里面呢还是软嫩软嫩粉嫩粉嫩的 而且呢最重要是它没有那个很可怕的牛烧味 真是很好吃 这个是他们的sate sate不错是好吃 终于已经吃完了这个晚餐了 现在呢就要回去了 从整体上来说呢 这个食物的水准呢还是保持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吃这个an order 这个自助餐的话呢 你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呢 来试吃哦 ok就是这样啦 我们就下一次见 拜拜 镜头呢又再转回来这个E&O酒店了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呢 是因为今天呢又要出席他们的这个food review 今天要吃的这个食物呢 是他们的这个dim sum 也就是点心哦 我相信呢在槟城没有多少家的这个酒店呢 是有提供这个点心的这一种的食物的 所以呢今天呢就来这里品尝 然后呢就顺便给大家看看 他们这里的这个点心呢有一些什么样的食物 然后食物的品质和quality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Let's go 我们就进去里面看一看吧 咖啡 擦销包小小粒的叉烧包很可爱哦 我习惯吃这个擦销包呢 要拔皮的 因为有包皮呢 不好吃 酥米 它的虾肉呢很扎实 然后呢很鲜哦 每个早上呢 没有喝一杯的咖啡呢 就感觉上好像人还没有醒一样 所以呢就一定要点一杯咖啡来 喝 这一点呢全都是一些烤肉啦 然后呢一些鸡肉啊 鸡肉啊 跟这个鸡肉 这个是哈嘎 它的虾呢很扎实哦 那个哈嘎的外皮呢 不会很厚 好啦今天就到此为止啦 Bye OK今天呢就到这里为止啦 所以呢 这两天呢吃的就是他们的这个 西福英国的晚餐 和今天这个 丁盛 基本上呢他们的丁盛的选择呢 不会太多 但是一系列来讲呢 这里的食物呢是足够的 因为呢该有的 都已经有 然后呢不该有的 什么是不该有的 就是什么都有啦 所以你们可以来这里吃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为止啦 我们就看下一集呢 会把什么样的食物呢 介绍给大家 拜拜